那這一顆從這邊長出來 我來看它多長 20 差不多30啦 30以上多一點還可以 30這個上下 啊這個我來看一下大概幾頁啦 這邊一頁有長一頁啦 塞掉了 123456 也差不多六七月啦 六七月左右就可以進行栽芯了 大概差不多 以葉子來算大概在這個長度啦 那這一顆的話 2466不到七月啦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啦 你再長一點OK啦 會不會了 是嗎 呀 是嗎 是嗎 我們兩個都可以嗎 是嗎 呢 看看這邊的菸瓜啊 這個菸瓜是用種子直接剝種的 現在其實塊頭看起來也蠻壯的啦 長度的話還不夠長 再長一點在這邊的再進行栽芯啦 這個有種比較密 種比較密的原則是因為 我們有考慮到有時候種子 你剝種下去它花芽粒不一定每個都起來 所以剝密一點 你可以挑選比較好的留下來 不好的把它塞掉 你也可以預留像我這邊的空間 我這邊的空間都沒有種 有預留一排 然後到時候可以把苗絲過來這邊種植 進行移栽啦 它就不會浪費 這邊都種的有比較密 所以說就是因為考慮種子 花芽粒不平均 接著啊 這邊的還沒有除草 這邊 要進行開始進行除草啦 這邊的苗齁 你除草之後這個藤麥營養分 才會有集中 不然你被雜草吸收 這個瓜果就對生長也不好啦 那像這種啊 我們就是怎樣呢 直接會比較密啦 你用抓的這個根不會斷 所以說我就直接今天的工作就是 把這個草除一除 摔一摔 連根拔起 那個草根才會拉起來 到時候草除掉之後啊 那個草就沒有那麼快長出來了 就這樣子 另外一點就是你要種植啦 看個人啦 那我這一次是選擇不蓋那個布啦 你也可以選擇蓋布 蓋布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雜草的困擾 連根拔起來之後啊 這個啊 到時候稍微弄一弄這樣就 有小草的順所稍微能抓得起來 就盡量抓啦 就這樣子 到時候下一次啊 你瓜果長出來之後 這個草也就沒有那麼快起來了 所以這個雜草啊 一般它衝的快是有一段時間啦 剛好碰到那個時間是下雨 啊那個氣候又符合它 這個雜草一下就衝上來 啊等到你這一次除完之後 後面的雜草可能就不一定有那麼快了 會不會把它移動 太短了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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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是阿龍 今天是下雨,所以說穿著雨衣 今天那個菸瓜要做移植 因為再過明天開始就會好天氣了 它有水氣的時候移植存活力比較好 所以說今天就跟它穿上雨衣來移植 再難度翻習一下 你也要說是很好,是盡汽水 勒封劑 啊,然後沒打開 我拆開 的妝子 冷漢 啊這個啊,我們就挑 比較密的,給他 移出來,然後做移植用,就可以了 其實啊,比較大顆盡量不要動它了 這兩顆是比較密,那我就不動 這一顆還小,就可以把它挑出來 這邊的土還沒有動到,我們就蓋上去就好 我們挑就是中小顆以下,盡量不要太大顆 啊這個,種下去啊,才不會造成它 比較大顆,它生長的負荷壓力比較重 小顆它就是,比較直接會長上來 啊這個,這孔位已經先挖好了 就是,放下去,先塗蓋起來就好啦 為什麼會選擇今天呢,因為明天開始會好天氣啊 你移植的時候它有水氣,存活力比較快 啊不然你好天氣的話,它還會經過太陽日曬 啊像這個啊,這一顆,這個比較大嘛 剛好旁邊這個比較小,就直接敲這一顆起來就好 這個撥開看一下齁,這比較大顆就不要動 啊這一顆跟這一顆,這一顆起來,這一顆就勉強流啦 嗯,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